首先把苹果手机用数据线连接到电脑上 接着在电脑上安装并运行iTools软件 点击左上角的小手机图标 选择本电脑 并确认没有都选加密本地备份 再点击立即备份按钮 备份通常需要比较久的时间,请耐心等待 当窗口顶部的进度条消失后,才说明备份已经完成 备份结束后,将苹果手机从电脑上移除,并关闭iTools软件 接着在电脑上安装并运行楼月免费iTools备份管理器 双击打开窗口上看到的这一行备份数据 点击左边的微信聊天记录 再将右边的Documents文件夹导出到电脑上 苹果手机上的微信语音消息,都保存在这个Documents文件夹中 导出结束后,接着关闭楼月免费iTools备份管理器 最后在电脑上安装,并运行楼月微信聊天记录到处恢复助手 微信版本设置为苹果版微信 数据目录设置为前面导出的Documents文件夹 点击读取数据按钮 选择一个想查看的微信号,再点击查看记录按钮 此时就可以看到,该微信号与所有朋友的微信聊天记录 可以在界面上通过点击,来播放收发的语音消息 也可点击导出按钮,将该语音保存为外部音频文件 另外,也可通过导出聊天记录功能 将与某好友的全部语音消息,保存为外部音频文件 在YS文件夹中保存了与该好友的所有语音消息 语音消息按聊天的先后顺序,以数字命名进行了排序 安卓手机同样是需要将手机微信产生的数据库文件夹导出到电脑上 然后使用某月微信聊天记录导出恢复助手 即可将微信语音导出,并保存到电脑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